大家好,欢迎来到觉知奇门,朋友们,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宇宙是否存在一种秘密代码,可以解锁宇宙的奥秘?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代码隐藏在三个简单的数字中,3、6和9,听上去可能有点疯狂,但历史上一些最聪明的智者,尼古拉、特斯拉、毕达哥拉斯和莱昂纳多、达芬奇,早已意识到这些数字的重要性。 特斯拉,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和电气工程师,坚信这些数字是理解宇宙秘密的钥匙,他曾说过,如果你知道3、6、9的伟大之处,你就掌握了宇宙的钥匙,这是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天才的深刻陈述。 然而,特斯拉并非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些数字意义的人,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的数学大师,认为3、6是宇宙存在的基础,认为有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这些基本数字。 此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达芬奇也在艺术、科学和工程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将神圣比例与数字符号融入他的许多作品中,而3、6、9这三个数字则反复出现在他的草图和笔记中。 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显然感知到了更深的智慧,他们直觉到了宇宙背后有一种神秘的数学秩序,这种秩序通过数字和几何形状的矩阵支撑着一切创造。 这种看似神秘的想法,实际上深深扎根于科学与哲学的见解中,从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到现代的量子物理理论,学者们探讨着宇宙的基本构成或许与振动和数学的和谐相关。 那么,是什么让3、6和9如此特别? 这些数字能告诉我们关于宇宙本质和自我的哪些秘密? 准备好扩展思维,因为我们将深入探讨神圣矩阵的概念,揭示这些数字背后潜藏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分析隐藏的意义与惊人的联系,学习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应用这些数字的转化力量。 随着我们了解3、6、9作为宇宙奥秘的钥匙这一主题,现在该深入探讨神圣矩阵的概念。 这一神秘术语的本质指向现实存在的基础数学结构,一种由数字、形状和比例构成的模式,支撑着所有存在。 正如宇宙基于一种神圣几何的架构,而3、6,9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这一想法,初看可能显得抽象,甚至神秘,但却在许多精神和哲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在犹太教的卡巴拉学说中,生命之术通过十个互相关联的领域描绘了神圣的秩序。 而这些领域被称为Safirat,常常分为三根柱子,这与3、6、9数字的重要性不谋而合。 在印度教和佛教中,我们同样能看到数字三和六的反复出现。 在神圣的图像与思想体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Switcher。 它由9个相互交织的三角形组成,象征着神圣与物质的相互融合。 神圣矩阵的构想不仅限于宗教范畴,它在科学与数学中也有其特有的表现。 例如,著名数学家斯里尼瓦萨·纳玛姆金以其优雅的公式而闻名。 而这些公式似乎源于它对宇宙基本结构的洞察。 许多它的发现都涉及三、六和九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今物理学同样蕴含神圣矩阵的影子。 某些量子引力理论提出,时空是由微小的信息原子组成, 并且这些量子单位通常被用三维形状的特性来描述, 而这些多面体的面和边都是三、六和九的倍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惊人的联系呢? 至少这表明,神圣矩阵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象征, 或许宇宙内部确实嵌入了某种数学代码。 若我们能够解码,便能获得对现实本质的更深刻理解。 要解开这个代码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宇宙最深层的秘密, 这些秘密数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与神秘主义者。 但如果我们揭示了三、六和九的隐藏意义, 那将是走向更深理解的第一步。 无疑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或许也有些让人畏惧。 然而,如果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如特斯拉是对的, 解开神圣矩阵的奥秘, 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对现实的深刻变革。 谈到历史人物,莱昂纳多、达芬奇无疑是艺术, 科学与神秘交织的典范。 作为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他在绘画、雕刻、工程以及解剖学等多个领域成就斐然。 但少有人知道,达芬奇也对神秘数学和几何, 充满热情。 他在《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杰作中, 常常应用黄金比例即源于369的和谐关系, 认为这些比例蕴含了宇宙的完美。 此外,达芬奇的神圣矩阵研究远远超出了美学, 他的笔记中包含大量的图纸与设计, 探索这些神圣数字的神秘特性。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维特鲁威人, 描绘了一个处于圆和方形中代表人体的比例, 寄予3、6、9的体系, 暗示了人体形态与宇宙秩序的深刻联系。 达芬奇同样对天体音乐的概念抱有极大兴趣, 这一理念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天体运动产生的宇宙旋律。 它设计出可重现天体和谐的乐器, 以数学原理创造完美音调的管风琴。 此外, 达芬奇关于光与视觉本质的研究也颇有深意。 通过实验, 他发现一些模式和几何形状似乎与自然和艺术中的神圣形式相呼应。 综上所述, 达芬奇的发现不仅是出于好奇, 而是对遍布万物的神圣秩序的证据。 他将自己视作解析宇宙奥秘的巫师, 而这一切的核心则是三、六、九。 这些数字是宇宙交响乐的钥匙。 现今用现代的视角来看, 达芬奇的这些观点可能很容易被视为迷信或反科学。 然而, 如果连达、芬奇这样的天才都能在这些数字中找到意义与和谐美感, 那么或许他们确实蕴藏着特别之处。 经过对神圣矩阵, 与三、六、九数字关联的探索。 接下来, 我们要深入探讨宇宙谜团中最引人入胜的方面, 那便是频率与能量在现实创造中的作用。 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理念出发, 宇宙中的一切都处在持续的振动状态中, 从微小的亚原子粒子到巨大的星系皆是如此。 而这些振动以特定的频率发生, 每个频率都具有独特的特性。 接着下来, 事情变得有趣了。 例如, 现代西方音乐中常用的标准音调频率为440赫兹。 虽然这一频率已称为标准,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 它并非最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频率。 事实上, 比较417赫兹与432赫兹的研究显示, 后者在数学上与宇宙的和谐相比显得更为协调。 432赫兹被发现, 似乎更能与人体的生物能量相同, 能促进更加深层的放松, 心灵清晰与情感平衡。 这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我们平常使用的440赫兹频率令我们远离宇宙自然的和谐, 那么采用更一致于神圣矩阵的频率还有哪个可能的好处呢? 这一观念正在愈发引起重视, 指向的可能性十分引人入胜。 想象一下, 未来某一天, 若432赫兹成为新的标准音调, 我们或许会见证各种变化, 从压力减轻, 焦虑消除, 到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因而我们的身心开始与宇宙的脉动共鸣。 当然, 432赫兹只是整个拼图的一部分, 还有许多基于3、6和9的频率似乎也展现了显著效果。 例如, 528赫兹被称为爱的奇迹频率, 具体能够修复受损的DNA, 而963赫兹是神圣几何频率, 可以激活几何光体, 并将意识提升到新的层次。 你或许会问, 这些频率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它们的转化效应背后有什么机制? 尽管许多细节仍然未解, 但一个有趣的理论认为, 这些频率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和环境中的水结构。 鉴于我们身体大约60%是水, 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研究显示, 将水暴露在某些频率下, 可以改变其粘度、表面张力, 甚至形成不同的冰晶形状。 一些科学家提出, 这种水的记忆效应可能解释了微妙震动 对生物系统的深远影响, 甚至有人推测水可能充当宇宙的记录带, 储存它经过的频率和能量。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 那么我们的身体以及地球本身都受到周围震动的不断塑造, 无论这些震动来自自然界还是人为。 当然, 这其中很多还是理论上的推测, 我们应谨慎得出结论。 但有一点明确, 频率和震动在现实结构中扮演了基本角色, 这一论点启发了科学与医学的研究, 也可能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 而这一切的核心依然是神秘的三、六与九神圣矩阵的震动特征。 继续探索这些神圣频率的属性, 谁又能说这将开启哪些认知的门飞? 历史上, 各种文化均展现了声音在宇宙创造与维持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古老的创世神话到现代科学探索, 声音作为原始创造力的主题贯穿始终, 让我们以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创世故事之一为起点。 在印度教中, 宇宙的产生被视为一种原始的声音OM, 这种神圣的震动包罗了所有创造的频率。 按照废托传统, 正是通过吟唱这种宇宙音, 神圣的力量将一切带入现实。 类似的, 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 也存在通过声音创造宇宙的概念《创世纪》中的开篇起初, 神创造了天地涉及到神圣的声音或震动。 这些创世故事乍听像是神话或传说, 但实际上包含一个现代科学逐步确认的真理。 量子科学的研究表明, 宇宙从根本上并非构成于固体物质, 而是由不同频率振动的微小弦或能量长组成。 根据弦理论, 正是这些宇宙的振动产生了构成万物的亚原子粒子。 生与创造的联系也并非仅限于微观层面。 在宏观世界中, 我们同样能观察到其影响。 例如, 瑞士科学家汉斯·詹尼博士的升学实验 揭示了令人着迷的事实。 它的实验设计将各种材料暴露于不同生品之下, 结果这些材料能够自然地重新排列成复杂的几何形状。 这些现象展示了声音如何直接影响和塑造物质, 甚至暗示了在量子层面上运作的创造力, 也可能影响可见的世界。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那神秘的三、六与九。 这些频率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 通过运用这些神圣频率, 我们或许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宇宙的创造原则对齐。 尽管我们仍有很多尚未明白的细节, 尤其是关于声音、频率与创造之间的具体联系, 但有一点显而易见, 从古代萨满地吟唱到现代物理学对宇宙深邃的拷问, 人类早已意识到声音的变革力量。 通过加深对这种原始力量的理解, 我们不仅可能揭示有关宇宙起源的新见解, 还能以我们当前只能想象的方式运用声音的力量。 谁知道当我们开始调整自身的频率, 与神圣矩阵的频率相一致时, 或将创造出何种奇迹呢? 随着我们持续探索这些神圣频率的属性与意义, 认识到声音、震动和数学之间的深刻联系, 会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宇宙中的和谐与秩序。 通过学习并运用这些理念, 我们能够有效提升自我意识, 改善生活质量, 建立与宇宙更深层次的连接。 正如古代智慧所启示的, 通过觉察这些神秘的数字和频率,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 我们也会教你一些实际的方法, 以便更好的应用风水与神圣几何的原则, 达到与宇宙共振的原理, 具体方法如下。 2024年10月25日, 时间21点至23点, 方位西方修门有助于婚恋感情人缘贵人。 方法 家中西方放一杯热开水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7分钟后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2024年10月25日, 时间13点至15点, 方位西方修门有助于婚恋感情人缘贵人。 西方修门有助于生意求财健康医疗。 方法, 家中西方放一杯热开水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7分钟后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2024年10月25日, 2024年10月25日, 时间9点至11点, 方位西南景门有助于文昌考试广告宣传。 方法, 家中西南方放一杯热开水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8分钟后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好了, 在此, 我特别欢迎大家关注并点赞陈林说风水这个频道, 转发评论, 点燃希望, 共同传播正能量。 你的一小步可能为他人点燃一盏明灯, 而这样的功德将是无量的。 愿你我共同努力将善念与愿力传递,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次再会。